骑车出去转一圈啊 今天晚上凉快啊 骑车随便溜的一圈 我们去吃个冰激凌啊 网红冰激凌 看着跟原始森林似的 这是那个中华民宗园的路口啊 现在是暑期旅游忘记了 好多旅行团都在这边旅游啊 这就是90年代的时候 就是这个押运会期间的熊河环岛啊 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在我骑的这条路啊 是三环路和四环路中间的一条路啊 它叫做北土城公路啊 我们这边更习惯管它叫做三环半啊 因为它是介于这个三环路和四环路中间的一条路 所以我们一般管它叫做三环半 旁边呢就是这个圆大都的这个遗址公园啊 刚才是安真路口啊 旁边就是著名的海棠花溪 这会儿海棠花都都没有了已经 三环半的自行质道没有那么宽啊 不过也完全够齐了 一直走 冬街 我说櫻花冬街快 这边一溜都是饭店了 一直走 现在到了櫻花冬街了 前头就能到网红冰淇淋店了 对面是中日友好医院啊 快到了啊 网红冰淇淋店 来这儿吃个冰淇淋 吃完以后然后继续 继续下溜的啊 到了啊 乌鱼菜 吃一个网红冰淇淋啊 花茶抹茶啊 就按一下就可以了吧 应该 来了 然后要三个花花花茶的对 我应该说话 来先拿两个 啊先拿来宝贝 啊先拿两个谢谢 去吧去吧 谢谢呢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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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红冰淇淋啊 吴玉泰的这个花茶冰淇淋啊 看 非常奢侈啊 嗯 味道不错啊 确实是这个花茶口味 嗯 这个花茶的味儿特别浓厚啊 而且呢一点都不甜 特别的舒服 嗯 可能颠覆你对冰淇淋的这个认识 看 吴玉泰啊 吴玉泰 吃完冰淇淋了啊 我打算继续往南走啊 一直到那个朝内朝内朝内小街 然后从美术馆那边去教楼那转一转 然后从那边再回去 这是河冰里东街了啊 这一下就从朝阳区到了东城区了 今天晚上还是挺凉快的 预报有雨也没下 不过预报的是分散性的雷震雨 就是指不定哪块正在下 前头是北二环路了啊 到而进了二环路啊 才算是进了北京城啊 这是北二环小街桥了 进去就是二环路 才是真正的城里了 这是护城河 二环路的护城河 旁边就是老城区的这个 葡萄啊 这是真正北京的精华 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东志门北小街啊 看里头边上全是胡同 前面就是鬼街了 一直 刚才的路口就是鬼街路口啊 非常著名的小吃一条街啊 小龙虾一条街 有的人特别喜欢吃 这个老城区的路就变得特别的 特别的窄了啊 边上全是胡同的居住区 这里的路就相对于 不好走一点 稍微有点窄 而且是各种车辆混行的那么一个路段 看着普通 老宅子们 看着普通 老宅子们 天安大街路口了啊 咱往前就是城内小街了 这是东四三条啊 这是到朝内了啊 这会儿马上八点了啊 现在天慢慢的往下阴下来了 马上天就黑了 天黑之前应该能到达这个故宫角楼 这儿就是龙虾寺商场的旧址啊 当年龙虾寺老火了 后来因为一把大火 这儿都一蹶不振了 这是美术馆路口啊 中国美术馆 中国美术馆啊 这是五四大街啊 前面上天路 马上就到这个故宫的角楼了啊 到这个故宫的角楼了啊 我身后这这就是故宫的这个护城河 骑车骑到这儿了休息一会儿 好多人在这儿休息拍照啊 现在准备骑车去这个东华门 从东华门这儿转一圈 再从西华门再出来 现在继续往南走 就是这个就是天安门广场了 不过呢 我们打算到前面的这个故宫的这个东华门 从这儿这个右转 然后转一圈 再从那个西华门再出来 比起来 谢谢 因为看起东华门里 东华门了啊 故宫东门 这是故宫东华门了 这块骑车跑步的了多 特别适合锻炼 特别舒服 这是五门了 故宫的五门 也能叫故宫的南门吧 五门 故宫的南门 开得出来吗 不行32秒太没啥了 能忘符这么弄一个32秒的万块门 三老手机发这本来就不行 糊了 挡上镜头了 笑了怎么办呢 你再试试 这也糊了 这个光还是 把白平衡弄低一点 现在从这个五门这往西华门走啊 骑出来了 这是西华门了 现在往回走啊 前面马上到北海南门 这边是北海啊 然后 这边就是中南海了 中南海咱们进不去 不对外开放 这是北海南门了 这是西四路口了啊 现在去白塔寺转一下 白塔寺路口了啊 这边溜一圈啊 这是白塔寺的东家道啊 我们从这进去骑一圈 看这红江边上就是白塔寺了啊 一墙之隔啊 这就是白塔寺的这个东边的那个小胡同啊 叫东家道 现在咱们接着往前走啊 超小的这个小胡同啊 每天白天带着相机再来一趟 拍点照片啊 今天先随便的走一圈 现在绕到这个白塔寺的这个北边了啊 北边这个小胡同啊 从白塔寺那走小胡同出来 到这个西志门南小街了啊 这块就没有刚才那么那么热闹了 到西志门桥了啊 世界第八大奇迹啊 西志门里桥桥 从这往北我就往回骑了 从这左转啊 我看着呢 安全到家了啊 今天带着刘博士出来骑车转了一圈啊 吃了这个网红冰淇淋啊 然后呢 总共骑了大概是30公里左右啊 现在呢 准备回家休息了 行 咱们那个回见啊